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常常浮现在眼前 这时候我才更加明白 所谓务实自度 但是迷失需要湿度的道理 这记得师父说的大悲心起 四个字 尤其那个起字 大悲心起的起 对于我在人生的过程中 因为当然会经历一些磨难 包括生病在内 其实是让我更加感觉到 那个联系 因为联系 就知道眼前看到的世界 并不一定是我 我可能也不止于 眼前这个窄窄的视野 潮起潮落 日升月恒 在雪中观水 我既是大海 也可以是其中的点滴 因此也就更明白 师父当年说的 为什么本来没有我 为什么生死皆可泡 虚空有尽 我怨无穷 我自己年岁见长 也就更明白 师父的大慈与大悲 过去一年经历了疫情 我们的惊慌 我们的害怕都前所未有 在这个时刻 让我们学习到 怎么样在任何情境下 都能够安然 都能够自在 祝福大家 法谷山除夕壮中 108 for all 为世界祈福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